等一下的評比 我因為是主持人 所以說主持人六號就先除外 六號不用評分 因為他講太多了 會混淆視頻 好 最後一組鴨怎麼 不是還有一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最後一組就是一個攝影嗎 一個文字嗎 攝影的已經一直在攝了 還攝了嗎 所以沒有了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除外了 OK好 然後呢 我們請一婷最後 最後幫我們講評一下 好不好一婷來 我簽你 然後同時我就擺獎 來這個就把它發完 你要幫我寫嗎 不用寫啊 我就用講的 我自己給他卡片他也不知道我寫的 我剛剛就 我自己給他卡片他也不知道我寫的 用講的 還是其實大家記得起來 用講的 沒問題我有錄影 對我剛剛就有說 來一婷先簽過來 我剛剛就有說 等一下一婷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就有說 聽說圖寫 四種都可以 那我們不會像學校一樣 規定一定要寫 不是要來錄講的 然後呢 我們這邊有錄影 大家如果記憶力不好 回去要返回 回味的話呢 就看一下寶寶姐 這個東西大概 再過兩天就會上PayPal了 好 來一婷請 好 好 夢兒 講錯了 夢兒問的就是說 譬如說你碰到的挫折跟打擊 為甚麼保有熱情 然後你碰到目前的這些困難 在宮崎期也會碰到 對不對 惠中問的 惠中問的 你碰到的這些問題 在大船碰到的問題 同樣在宮崎也會碰到 是不是惠中問的 我太經歷拍了 對而且 真的太好了 現在就是主持的不平分以外 最好問題那個已經離開了 所以你要再選第三順位 OK好 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歡的就是嘎嘎 嘎嘎 這一個 裡面的那一個問題 對有種緣分 因為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都是問我說 我遇到的事情 可是剛剛這個是一個 就是有點像質疑 然後我覺得它是這裡面最特別的 勇氣可嘉很厲害 真的 因為它跟我不熟 這樣的質疑是很厲害的我覺得 我印象很深刻 我很喜歡這個問題 老師我跟你說它有潛力啊 等一下要回來 然後那個最喜歡的文章是6號 就是 因為沒有寫 6號不平分啦 不行啦 因為我剛剛說沒寫說裡面所有人都可以 好 所以你看它有做記者的全能 然後 因為沒有報過東西 就是 剛剛我有認真聽一下 不知道是念錯還是寫錯 就是6號中說這個人 就是剛剛有的組是說成 例如說高中聽說音機啊 我聽說音機是小學 例如類似這樣 就是比較是王主事 可是就有反正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可能這 我覺得受訪者可能會 覺得還蠻重要的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常被量 就是正確性 所以就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個 那個標題是那個 熊宗事實上是能當中傳播 對吧 好像是這個標題 對不起我忘記自己 這是我 就是這是我自己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標題 因為有很大的一個反差 然後也是現在就是社會上很 很大的可是一直沒有被解決的問題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 你剛剛說的那個是 7號 7號運氣對不對 對 所以等一下 剛剛回說一下 剛剛那個 你現在講完就要開始發了 對 所以你要給他幾張 一個是6號 然後一個是還沒 已經投票了9號 9號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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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要給他幾點 7號 不是每個都給1張 喔1張 那時候姐姐是說 她姐姐是說 最喜歡的給1張 最好的人考 最好的人考 對 對 然後剛剛 剛剛沒有這個過來 好 然後再繼續 所以現在講完之後 我就開始發 然後那個 最後一篇發給他那個 就是4張 就是4張不是在 4張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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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張不是在在偏見才是 這句話很特別 然後也會很 也會很讓我印象顯得 因為就是這可能是我在 在同系裡面的一個寫照啊 然後所以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就是這個 噢 對啊 最後一位啊 4張不是障礙 偏見才是障礙 所以你看標題多重要 沒有嗎 沒有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虛筒 不是就是 那個 我是說 我印象就是那個錯 就是那個 最喜歡的問題 就是剛剛 對不起我忘記你自己 好 問我說什麼樣的東西是新聞 阿厄 啊 你就是老師問什麼 我印象的時候 還沒有 因為你問了我最久 然後 對 然後我這問題也 我根本懷疑他就是要 吹時間 這個問題也是我的 第一個 櫄婷 就是問小美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褪 小美,我也被小美制約了 因為第一個,玉婷就是問小美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問這個問題,為什麼還要問玉婷? 玉婷自己都要問小美,還要再問她這個問題 但是你問她這個問題,她印象最深 所以這樣 可是這樣不行啊,大家都一直要 最後要選一個 最後選的那個人,她這個選情不用寫作業 啊,一定要寫作業 老師會哭哭的 老師可以嗎? 老師可以,處理學後的可以嗎? 沒有吧 因為我講的話,不代表彭老師講對不對 所以不用寫給處理 對 就是,那個要除外的主持人除外 然後那個已經離開夢園的除外以外 現在在場的這一些 還有高法事業我就給你稱讚鬧啊 嗯?好、這一些裡頭,妳覺得 哪一個 妳是最喜歡的報導 我印象最深刻,我們才是約六號 六號那酒池 為什麼我們要estone說故事 如此類型 있다고拿來選擇 處成十萬就是要再選一個 是啊,妳是不要 可是妳就是笑我印象最深刻 不要再為難他喔 我就是這樣想 哎呦 真的還是 因為他其實是我小孩的年紀了 一定要這樣為難他怎麼辦 有感恩啊老師 這三個我就跟你們說吧 因為他學我他聰明啊 我一定會寫作業的 OK然後 玉婷你要不要再跟我們講一些什麼 跟我們分享什麼 今天整個記者會的 那個辣民的感覺 哪裡想說可以講什麼 就是 我其實不太知道 我今天跟大家講什麼 然後我也不太知道 大家想聽什麼 然後所以 我還蠻想聽到意見的 就是不管是質疑或是告訴我 覺得我今天講不好的或是之類的 我想聽到我的缺點 如果可以的話 謝謝 你看主持人就有這個好處 我要先講 對不對 看 與其你要搶麥克風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我們還希望大家告訴我 我獲得缺點 就是今天你們聽到的東西 如果我講不好 或是什麼都可以 什麼意見都可以 好 我剛剛 第一個下的標題是 如果怡婷在我們家 對 有沒有 因為你感動身受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就我小孩的年紀 對 他只是比他們大一歲 那我們小孩剛好本來 也是可能會去上慈激的社工 而且他又 可能那個緣分脆不過 之後 又要讓他老我回家一睡 對 然後 所以說 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感同身受 那 這樣子的小孩 如果我是他媽媽 真的會很感動 他可以這麼獨立 他剛剛最爽的一件事情 你們把我當成正常的人 通常我會從我們的立場去給 去給 沒有站在他的立場去想 對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認真 那我其實很怕那個 司長的同學 我以前練空大 那個工型的時候 我最怕我們帶上那個同學 你知道嗎 他多認真啊 因為他要口試 口試是一翻兩對眼 這個題目出來 他就得講了 對 所以那個同學 我為什麼後來不敢跟他聯絡 他就是考前一週 考前一週我根本還沒讀書啊 打電話來問我 你對那個黑寶薰言 這個部分你了解有多少 天啊 我錯了 我根本 對 我就是要告訴你 因為沒有書 然後我只能問其他人 對 然後天啊 然後我只好 我就是每次就是 會先把作業喔 我自以為是啦 因為粉刺虎 他那個 他可以打握得出來 我就會把作業先提前打好 送給他 他絕對不用那個東西 對 他會覺得對他來說 甚至是一種禮物 不會啊 那好 下次作業請給你 對不對 然後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他是男生喔 我只喜歡帶他去廁所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上課 他自己整天是不喝水 那我不會講 他他啦 因為他很害羞 對 不喝水 那通話是 很好笑 你知道我們學校最有障礙設施是什麼嗎 廁所 在廁所門口沒有點字 所以很好笑 也常常 你學校在廁所門口 站十分鐘 誒這道是單次還是女廁 我又走進去 然後被罵三字經 然後嚇到 然後走出來 疊下那個廁所 解體流到的 哈哈哈哈 還有這個外面 最有障礙設施就是廁所 因為我們常常 就是你要上廁所 然後不是發現你點字 很多地方都還沒有喔 真的 光是大眾藝術工具 有很多人 下次續可以看一下 沒有點字 可以去投訴他一下 真的 這樣 事實上是很感謝你們 台湾還是有五萬個 事實上是高級的 整個鏡頭在這邊 對 那所以我最喜歡 因為反正喔 反正 我是一個 結婚婚頭髮 我又是在醫院 我就跟他說我是故事 然後我專門就 簽他去廁所門口 然後有男生過去說 誒 同學帶他進去 結果呢 只要他現在有 殺到跟我同班的課 他就趕喝水 對 喝水對大家來說 上廁所對大家來說 是一個稀鬆品嘗的事 但是對他來說 那後來真的很感動 對 那但是我有告訴他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打電話 來問我 然後他繞了一句話 那句話讓我哭 他說 你們明年人啊 只要在考前隨便拍一番 對 因為空大嘛 就混混就過去了 有誰想他 慢慢考捷一個月 考捷一個禮拜全部 讀好了來考我的 對 那為了他我也只要先讀 因為覺得對不起他 所以事實上 事實上同學對我來說 壓力很大 對 會有壓力 不要再考慮 但是一般同學 都會有壓力 其實 會齁 會 因為太認真了 剛剛我辦你們 剛剛有一個問我說 我們學校有固定的一個協助團 對不起我還是忘記你自己 好 然後 欸就是 我們的制度是 就是 學校自治負責書寫 那從找人到訓練人 到晚他會有文書 這些是個性交自己去點 所以辦主是一個工作 辦主是一個制度 就是你找 你能找到的 任何一個代價學生 讓他來協助你 例如說我要看影片 我就想要不要看影片 然後等 學習幕我就給他貼一張表 他要貼很多時候 什麼個人資料啊 然後他什麼時候 哪一天能去點到幾點協助 我做了什麼事這樣 然後可能等 數在已經快放完 看再可以拿到他 下水期協助我的錢 然後 這次很有一點就是 我們要自己找 我們要自己去點人 而且他不需要協約 也就是說他可以做辦的學習 然後突然哪一天 告訴我說我不該了 然後那一天 可能是我行動靠前 然後你就會瞬間 沒有人 對 然後 對 就是 很有趣的 所以這個 這個是新聞點喔 有沒有 就是 我們這裡也是 很多時候他只負責給錢 像我們需要自己的桌子 就是 像 像辦國啊 或是像是 那個課後輔導 然後自己去找老師 他願意幫你輔導 然後再報告下去 他只是不走出錢 然後 而且 而且 通常 中心會先協助那些 嗯 很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這些沒有問題的 在中心其實是最拿不到的資源 就是 所謂有問題就是 例如說他每天要操課 然後 老師要把他幹掉 他會先去管他 而不會管我們這種 我們很認真想念書 然後拿不到資源 對 就是 我們在中心就是一個 小新禮乾 就是我們比一般人差 但是我們又比他們好 然後所以他就是一個 空新的點 對啊 所以 雖然報告做完了 但是為了增加大家精采度 還沒有任何問題想問的 然後呢 那個 最後的成果呢 我剛剛有說的不拘行是 好 自己放後面講 那你小朋友可以講 蛤 老師要怎麼講 會會會 老師我已經可以後面的時間 全部給你 你又未接待遇 那個 好 他要聽你的 超美的 那我只是講 最後的 那個 那個功課 就是 到時候阿倫就是 可以給大家 那個 通訊錄 然後呢 你也可以上傳到 那個 大聖宮 那個Facebook的社團 然後呢 如果 像法師那之前很漂亮 你就直接 scape 放上去 或者你願意打字 或者你願意入 你再去練習一個 入的 你說的 這個能力 好 然後呢 就是不去行事 那如果你不想公開 那就是 Email給我 我會交給小美老師 他會很認真感 甚至就是 像你的那個標題 他還會再給你下 一個更好的標題 就是可以吸引大家 讓你的作品更加分 好 那我們最後 謝謝伊婷 然後我們請 來 等我一下 假批 我不是假批 那個 對 伊姐 那個 今天 今天大家要再練習這個 報告的過程 其實 為什麼小美老師要這樣教 然後 剛剛有一個同學 弄辦 他不想要馬上寫 我的兒子 其實小美老師這樣教是有原因 我覺得大家 可以 應該 也可以以後都 滿滿習慣 或是 練習讓自己處在這種狀態 因為就是 有在 在 帶這個公民記者的課程裡 這麼多學期以來 其實 發現就是說 能夠 想要有這個心 或是 有這個意願的人 很多 但是 最後 能不能 就是說 能不能真的付諸實踐 就是說 真的去做成一些事情 其實常常就是在 插在那個 插在那個 敢不敢寫的那一步 所以 老師 小美老師就是 營造一個 強迫大家 都 寫 不管 五十字一百字兩百字 都想 都嘗試去洗合 這個機會 那 相信大家以後就是 把這個當作 是一個 是一個 讓自己寫作的動力 特別是像今天 比如說 一天 她 必須早一點回去 然後所以 我們要按開這個時間 在她走之前 把我們 聽到的故事 趕快寫出來回歸給她 在外面的世界 要去報導別的題目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那些需要你幫她 傳遞聲音的人 不管 她不會覺得 你寫 兩百字 寫四百字 寫六百字 有 沒有 就是說 哇 你這樣很厲害 或是不厲害 只要你有在寫這些事情 寫他們的事情 他們都 他們看得到 聽得到 就已經覺得 被關注到 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 在面對其他事情的時候 就保持這樣的心情 就是 別人 就是 那些 把故事說給你聽 或是把事情告訴你的人 不管 他不會 他不在意你到底寫的 多好或多 多厲害或是 或是少或是多 他只在乎說 你有沒有在幫他傳遞 他的意見有沒有被看到 然後這時候 他在乎的這個點 有時候是 沒辦法等太久 有時候 太久了 對他的幫助 已經 遞結了 那 像 今天這樣的狀態 大家就練習一下 所以呢 第一張卡片 就是要給 最後報告的這一組 序童跟阿兒 報告的這一組 就是 他們其實 這兩位呢 都上課上好多學期了 但是 常常都 還沒有 勉勵自己 跨出那一步 那今天就是 因為小美老師在 這樣一定的故事 讓他們這樣跨出一步 所以今天 阿兒的處理座 老師有沒有感動 阿兒的處理座 什麼處理座 什麼處理座 不是啊 我之前有教過這邊 曾經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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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偶爾再教 然後再來是 那個 運行這一組 是7號 還有 李夢兒這一組 各要給兩張 李夢兒這一組 是7號 夢兒 對 很想吃 然後我吃 吃吃吃 好 夢兒這一組 這個組是代表的 謝謝 然後那個 運行 他們 這兩組的表現 優秀 就是在 雖然說很客氣 都客氣了 就是說 其實還沒有寫完成 或者說 只有寫200字 他剛剛不懂 其實都 故事的處理 都已經滿完成了 那特別我想要講一下 在 所有這些報告裡面呢 只有 孟兒 特第四組呢 他在 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有提到一些基本資料 並且把這基本資料 融入 故事當中 融入聲音 比如說 像 聽這麼多故事 只有這一個故事 知道 李婷是20歲 就是 在報導一個人物的時候呢 李婷講 他在上大傳的課程 老師還是會量一些 事實的部分 那 所以說 我們報導一個人物的時候呢 他的 這個人的一些 基本的事實 不管是 不管是 身體性的 或是心理性的 我們很多都 描述到他的 求學的 這個過程的事實 但是一些 基本的 身體事實 可以 也是滿重要的 那這當然不一定要放在導演裡面 但是裡面 既然都已經寫了 剛剛寫了 應該有六百字 你們念的故事應該要跟你們六百字 這六百字應該可以帶出一些基本的事情 然後 鼠林的部分呢 當然也是要給兩張 這是 你是跟誰一組 我跟那個 好 好 那 這一組呢 的特色是感性 好 然後他再來是 就是 情感的部分 很突顯 但是 在我這邊 我自己會期待 譬如說 鼠林 六號這一組 以及 御心七號這一組 感性的部分呢 我的期待是 再 更有技巧新一點 好 就是 特別是說 我們感受 你很 鼠林是比較容易把 自己 記者本身的感受把它寫出文字 那 如果是可以像 第四號這一組 李莫這組 就是 我們把這個 陳述的內容呢 極限在 盡量局限在 我們所聽到所知道 那感受的部分 讓讀者自己去評論 這樣會比較有 比較會 因為 就是說有助於事實的傳遞 那 有一個技巧是說 你覺得這些 你那些感受是來自於 哪些訊息 哪些事情 你就是把這些事情 寫 寫得清楚 照你自己的 邏輯 再排列之 這樣子人家 我覺得 讓人家去 自己去根據這些事實 就是產生屬於他的感受 這樣子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 我會避免就是用 比較是 直接的 請你行動的這樣的 口吻 比如說像 我們希望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做 伊婷的守護天使 然後 裕欣這邊也有 聽到說 我們 或者說 我們聽到這些 我們更應該思考 如何如何如何 就是 預設一個 我們應該如何如何 其實那是自己在想 那這樣子 邀請人家的東西 比較不像是 如果說就是 這是依照傳統的新聞要求 就是說 這樣子比較不像報導 這是夾序夾義 但我們公民記者 沒有必要分那麼清楚 但是就是說 傳統的新聞要求說 純 所以報導不要夾序夾義 還是有它的好處 就是說 讓你這個 讓你這個 公民記者本身的 的這個 信服力 說服力呢 更好一些 就是說 他會知道說 你不是想要 企圖要 跟我喜鬧啊 或是叫我一定要怎樣 才是對的 那你告訴我一些訊息 我自己會判斷 說我應該怎麼做 才是不對的 那這樣的 這樣的行動是留在 閱讀者身上 讓他自己去感知以後去行動 而不是說 你叫他應該怎麼行動 應該做什麼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報導 就是比較 跟 我們直接訴出別人 的那個東西 洗腦的程度 或是說 人家覺得被洗腦的 那個感受會比較低一點 大概 就是說這幾個方面 大家可以比較 強化一下 像淑林有時候 寫稿 如果是 想要給環絲使用的時候 我就是都會把這些東西 修掉 就是 如果說 這些部分呢 比較輕 比較淡 或是沒有的話 我就很輕鬆 就可以直接 談論 但是 這是 這是 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我覺得 這樣的 維持這樣的基調 或是 維持這樣的寫作方式 也會比較好合作一點 就是說 特別是 如果是要跟新聞平台合作 就是 我們寫的公民報導 不只是想要放在自己的部落格 或PayPal 而想要讓 臥槽 或是讓 款式啊 或是讓商家有去使用 這種東西 這樣子 就是 比較 陳述事實的 報導比例 也比較好 比較容易合作 人家比較 抓得住 你就是 他就比較可以確定 你就是 就是寫事實的部分 不會 就是 他不會覺得說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這樣說 叫我一定要怎樣 不是這樣說一定 可是對 那 他也會考慮他的課程 他的 平台的屬性 就是 一個報導的屬性 他就 你的文體都這樣 就很好 結合 大概是這樣 那 那個 就麻煩書一 那個 已經9點 9點40 好 那 提醒一下大家 下下禮拜上課 是 謝格林老師 他是看守台灣協會的民主長 大家都知道 是下下禮拜上課嗎 有新同學不知道吧 新同學 有四位新同學 今天有 好 我們這禮拜的 我們這學期的課程 那個 新同學 請